生活在加拿大的人总能听到这样的对比 到底是生活在东海岸好还是西海岸比较好呢 网上总是论战不断 基本东西海岸的人都各执一词 东海岸的人比是西海岸的工作机会少 西海岸则瞧不起东海岸的居住条件 但如果综合对比的话 到底是哪边的总体居住条件更加好呢 本期节目我们将从消费水平 工作机会 居住环境和教育等几大方面 来尝试为大家分析下 到底东西海岸哪个更加宜居呢 我们会尽量尝试用中立的角度 来为大家阐述这个问题 少带入主观的意见 我们靠数据来说话 好了话不多说 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谈谈消费水平 谈到消费水平呢 我们就不得不谈到房价 众所周知的是 这两个地区都是让人谈房色变的地方 但具体来说到底哪边更加坑呢 根据2019年国际商业地产服务和投资公司 世邦卫里市发布的一份2020全球生活报告 其中总结了2019年全球住宅价格最高的十大城市 不出所料 西韩的温哥华光荣上榜 以每套房屋75万4617美元 也就是约101万加币的价格 位列榜单第七 成为全北美房价最高的城市 甚至高于洛杉矶和纽约 而东韩的多伦多呢 则稍微落后 以均价61万左右排在榜单的第12位 谈完了房价之后呢 再我们来谈谈物价水平 说到物价 我们就不得不谈谈 2020年的美式全球生活成本排行了 该排行榜是通过对比 200多种同类商品的价格 货币波动 物价通胀 以及住房成本 来综合计算得出的 温哥华和多伦多 均在全球前100名榜上有名 温哥华排第94 而多伦多呢 排第98 所以综合来看 无论是房价还是物价 多伦多都相对温哥华来说 更加的便宜 本轮对比是东海获胜 谈完了物价水平之后呢 我们来谈谈工作机会 温哥华港每年与全球90个国家的贸易额高达430亿加元 进出口贸易在温哥华还是有一定的前景的 此外 BC省的林木业和采矿业也相当发达 软件开发 生物科技 电影业和餐饮业等行业的发展呢 也是十分蓬勃的 然而从新移民的自身具体情况来看 温哥华适宜于在移民前经济背景较好 有意从事贸易和服务行业的加拿大移民 这里的行业不多 产业规模比较小 背景相同的人呢 又十分的多 其他行业的新移民的就业机会呢 就十分的有限了 而多伦多呢 作为加拿大的经济中心 近年来一直是加拿大 境内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城市 多伦多与对岸的美国城市 芝加哥类似 是经济较为多元化的城市 拥有先进的制造业部门 此外还有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部门 所以呢 多伦多理所当然的是 工作机会最多和最好的城市了 收入也不低 不断的人口增长 为各行各业都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因此这一轮呢 依然是以多伦多为代表的 东海要获胜 第三轮的对比是居住环境 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里 会想西海岸终于可以搬回一城了 没错 温哥华是世界上生活质量 最好的城市之一 在历年来的世界移居城市评选中呢 温哥华均位于前三名 这里背山面海 环境优美 气候湿润 冬暖夏凉 一般夏天最热呢 不过30度左右 冬天最冷也不过零下3度左右 是加拿大公认的理想定居地 相比之下呢 多伦多的四季十分的分明 阳光充沛 夏天的最高温和温哥华相仿 但冬天的多伦多就是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多伦多冬天 偶然会发生严寒和雪暴 最冷的时间在每年的12月 1月 2月左右 暴风雪来的时候呢 气候会降到零下的20 甚至30度 可谓是冷成狗 所以在气候依据上 本轮是西海岸获胜 最后来谈谈教育 BC省拥有746所小学 以及258所中学 BC省的UBC SFU和维多利亚大学 都是在伊博雷大学和中和雷大学 稳居前三名的大学 而安大略省则拥有2348所小学 以及749所中学 加拿大的很多名校呢 都是聚集在安大略省的 例如 多大 温莎 霍太华 约克 西安大略 和华铁卢等等 很遗憾的是 本轮看起来获胜的 依然是东海岸 作为一个在温哥华 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呢 我一直对西海岸的魅力 是坚信不疑的 但即使是这样 在做完本期视频之后 我有些难以置信的得出 貌似从中和方面来考虑 东海岸确实是优于西海岸这样的结论 不过话说回来 各位朋友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西海岸举世无双的居住环境 是否能挽回它在其他方面的略微短板呢 我们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和我们交流看法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